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任台式综艺节目《天边俱乐部》主持人 20世纪80年代 田文仲转型为主持人 主持代表作品为 先后于陈春华及张月丽合作主持的 台式电视教育节目《我爱红娘》 身为台湾电视史上第一个开仙盒的交友配对节目 《我爱红娘》当初造成的影响无人匹敌 刚播出就造成轰动 家家户户都守着电视观赏 而节目转播的11年里促成了超过800对家园 平均每两集就有一对驾傲结婚 数量相当惊人 主持人田文仲与沈春华不但因此名闻全台 更连续两年拿下金钟奖最佳主持人奖 粗广性格的田文仲在台湾电视史上 占有重要的一席 高大的外形加上有个性的胡子 充满男性魅力 让人一看就难以忘记 也让他就这么进了影视圈 民国51年成立了台湾电视公司 我当时就这么进去了 反正电视台也只有一家不需要选择 毕业自国立一专的田文仲 谈言当年其他学校都也没有相关的影视科系 所以一专派在电视圈算是惩罚一方 原先专职于演员事业的他 却因为反应机灵 口条清晰 很快地受到重用 被挖角到节目部去当主持人 由于幽默又博学 很快就受到观众喜爱 成为了王牌主持人之一 许多快制人口的综艺节目 都有他单纲主持 不过田文仲也回忆 当年的环境与近日不同 他刚主持时费用其实很少 即使随着年资慢慢增加 还是不比当年的受薪阶级高上多少 1984年 邓丽君在台北举办巡回演唱会 声势如热中天的田文仲 顺势成为主持的不二人选 据相关媒体报道 田文仲在卸下主持办后 便与小自己15岁的妻子 王海波移民美国 近年来又重回台湾 以旅广为家 建议这一家餐厅 而他的户籍则迁到高雄市 新兴区建华里 白天他就在左营 简单进行音乐餐厅 可意外的是 大家居然还记得 在国外生活好多年的他 一开店便大受欢迎 每天都有不少客人慕名而来 对此亲民又亲切的田文仲 也总是热情相迎 不仅会大方答应和影握手 亲自指点婆婆妈妈们 专业的拍照姿势 性质高时 他甚至还会带领大伙 一起现场高歌 充满活力的模样 完全看不出来 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到了晚上 田文仲匆匆赶往里长办公室 化身快乐巡守员 守护民众安全 每日值班到深夜 以陪伴挽回民众 而他之所以如此 是当初田文仲 在得知建华里环境复杂 曾发生过 骇人听闻的社会案件后 才依然决然担起了这份职责 而身为巡守队医员的他 更是丝毫不敢懈怠 每日有两批人员 从晚上八点 虚落到十二点 成为民众最可靠的 路口守护神 不过对此 田文仲也特别强调 如今的他 虽然是快乐巡守队的团员之一 但年纪增长后 已经退出第一线 将你办公室 当做精神上的他 也改在办公室值班到深夜 并在深夜时 为辛苦的巡守员们 奉上热茶 并点起温暖灯光 守护挽回民众会家 想为台湾尽一份先例的他 由于成长过程艰辛 田文仲深知 诗亲海董的无助与困难 几年前曾号召 各界人士发起捐款 请两百多名诗亲海董用餐 游历高雄港等 以实际的暖心行动 反馈社会 田文仲真不愧是 演艺圈明星的典范 这份为家乡 邻里奉献的精神让人佩服 但年纪渐长的病痛 却并没有消失 久未出现在荧幕前的他 也曾自曝自己前阵子 因为声带长颈发不出声音 就医检查后 才发现是罹患生门癌 原因是用嗓过度 声带退化 让他吓了一跳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他也有在积极治疗 虽然嗓子哑了 但经过雷射治疗后 还是会越来越好的 他说人年纪大了 难免会有病痛 他还算幸运的 病情没太严重 而孝顺的女儿 还特地放下美国的工作 回台湾照顾他 田文仲透露 因为当初我没有声音了 没声音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怎么会 过去声音那么好 现在怎么讲不出话了 生病前根本看不出征兆 田文仲说 三十几年前主持节目 声音一直很风亮 但由于没有保养嗓子 才会导致喉咙长颈 田文仲还表示 声带长颈 我的声音 这个名词倒是蛮熟的 因为过去跟一些歌星 他们在一起 有时候嗓子不好的 声带长颈 其实长颈就是癌症 他还表示 自己很感谢 女儿特地从美国 回来照顾自己 而田文仲作为父亲的小棉袄 也是从出生时 变备受父亲的疼爱 1983年 田文仲与小自己 15岁的王海波 附入了婚姻的殿堂 一年后 王海波便为田文仲 生下了一个女儿 对此田文仲还嘴硬地表示 有什么好高兴的 年纪这么大了 娶了老婆 接下来 当然就应该当爸爸了 都顺理成章 面对田文仲的嘴硬 其妻子王海波 一下子就把老公 故作镇定的面具给揭穿了 他才高兴呢 而且兴趣还很浓 一天到晚 往育婴试炮 何况又如他所愿 生了女儿 王海波这边还埋怨到 本来做超音波扫描检查 医生都说是个男孩 就怪田文仲 一天到晚唠叨说 他喜欢女儿 结果好了 儿子真的被他念成女儿了 而谈到 为什么田文仲 那么想要女儿呢 当然喜欢女儿 是原因之一 其二便是 因为田文仲深知 王海波要是第一胎 生了儿子 便会就此打住 如果是女儿 那他还会再接再厉 田文仲为了达到 两个孩子的目的 才那么希望这一胎是为千金 结果真被他判到了 当初做超音波扫描时 医生说是个儿子 那时王海波很是高兴 但是田文仲却是没太大兴趣 等到医生从产房出来时 告诉田文仲手术很好 母子也很好 就是有一样不好 超音波扫描错误 田文仲一听可就乐了 他想要的也就是女儿 过后田文仲想想 应该要求医院 退超音波扫描的款额 因为不准吗 起初 王海波是想要自然生产 但是越想越害怕 就敢用剖腹生产 但是 想想剖腹生产 要多花一笔费用 王海波又想 可不老点本回来呢 所以就想提前一星期生产 可少受一星期的罪 我是定在12日凌晨12点生 那时田文仲还劝我多等几天 到17日再生 我才不肯呢 想想要多受那几天的罪 太难过了 有人说 王海波要生产时 田文仲还跑到华氏的平居社去玩 实在太不体贴了 其实这是有点冤枉了他 因为那天小两口闹了别扭 王海波拎着行李往外走 田文仲问道 是不是要去生了 王海波赌气道 今天不生了 田文仲想当然地认为 不可能今天去医院 就今天生吧 至少也要在医院住个几天 有了心理准备才生产 恰巧那天田文仲 要送件东西到华氏去 也就顺便到平居社打上招呼 等10点多到了医院时 才知 原来老婆待会儿就要生了 医院的护士很奇怪 为什么要挑在晚上12点生产呢 王海波解释道 我哥哥说老鼠要在晚上生 才有东西吃 结果那位宝贝护士竟然反问他 往一半夜里碰到了猫 那怎么办 田文仲算是个体贴的丈夫 王海波产后这几天 倒也规矩地待在产房里 陪伴孩子的妈 看到老婆为了生下女儿 受了那么多的苦 竟想请个特别护士来照料他 结果被人家嘲笑 哪有为产父亲特别护士的 三千功课的小甜甜 很幸运的皮肤不像老甜那样的黑 田文仲看着皮肤很白的女儿 越看越喜欢 他说高挺的鼻子像自己 小小的眼睛像王海波 他还总说 漂亮的地方像自己 丑的地方像老婆 该为女儿取个名字了吧 田文仲开玩笑地说 就叫甜叮当或甜乒乓吧 又好听又好记 王海波给他一个白眼骂道 都当爸爸了 还是没有认真的时候 由于成长过程较为辛苦 田文仲相当能体会 世青孩童的无助与困难 曾号召各界人士发起爱心捐款 邀请200多名世青孩童 有万高雄享受大餐等 还担任林医守护员 发挥善心 反馈社会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